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以御为止 以患为例 是军争片的主旨 可是这八个字呢 很不容易体会 这八个字是军争啊 是军争的核心 是军争片的药语 那这个东西呢 是孙子说啊 军争的难处 难在 如何懂得这八个字的运用 那古人呢 读了孙子编画以后 他说啊 军争是天下最难的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到 如果你没有体会到的话 你不知道这篇的重要 体会到这个重要性了没有 体会到的举手 体会到与人相争 真的是天下最难的事 体会到的举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你看到没 所以没有体会到 张玉 古人所体会到的这个道理的话 你会觉得军争片在讲什么啊 以玉为主 以坏为主 这不是文字的修养而已嘛 这就是以退为进嘛 这个道理我搞得懂 但是为什么你老是都争不过别人 老是你在办公室里所吃亏 老是你总觉得自己好像有志难生 或者是自己的 好像某一些方面有所欠缺 因为人家早就说过了 天底下最难的事哦 不是独为积分啊 不是念博士 不是创业 诶 创业要不要懂军争的道理 要啊 创业当然很难啊 所以说呢 张玉早就说过了 在创业的世界里头 你要是跟人家争钱 抢钱 抢钱一族就是争钱 就是军争啊 你争不争得过别人啊 这是最难的事 早就说过了 那这么最难的事 要对人家争 你要懂得 以玉为主 以坏为零 这个道理 这是我们上次所谈的东西 你要好好去顶叶耳 你才知道这篇的跑会 你才知道这八个字的意涵 那 军争的道理 就是 就是 以玉为主 以坏为例 所以 于其途 绕远路 又之以利 就可以 后人发 先人之 不是说叫你一定要后人发 而是说 即使你后人发的话 你也可以被人家找到 你只要懂得 于其途 又之以利 你知道 以玉为主 以坏为例 先发晚发 不是重点 知道吧 所以比人家晚毕业 比人家晚毕业 比人家晚毕业就输了一遍 比人家晚起步 人家是三岁就开始起步 那你到十三岁来开始起步 完了 我们输了十年 这辈子就输定了 那有这种说法的话 那确实是 太浅 对世界的事 了解太浅 如果这样的话 懂这些道理的人 才真正知道 什么叫做 不得于此之尽 为什么以换为例 因为换是没人想要的 吃苦受乱是天底下人 共同摒弃的东西 那么今天有一个人 他愿意去 别人不愿意去的东西 你说他是不是走向了南海 他是占尽了所有的便宜 是不是啊 对不对 对不对嘛 点头人不多 所以啦 我们就永远面对一个 非常惨烈的状况 就是好多人在整整东西 今天你要是能够看到一个东西 没人愿意去 你去 表面上看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吃苦受难 没有人愿意干这种事 你做了 天下的机会统统在你手上 有没有这种事 举个例子好不好 有没有哪一种事 没有人愿意做 你做了 想一想 行不行 这就是南海 南海出来讲这个啊 哪个事 举个例子 当总统没人愿意干 张总统还是很多人要干 还是很多人 是吧 这种事一定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没人愿意做 你去做了 当然前提是你觉得你可以做 是吧 所以以换为例 他本身啊 不是像我们所想的 都是苦醋 阿卫说呢 以换为例 请问一下被长官骂 是有利还是无利 被长官骂 有利还是没有利 各位同学 看他骂是骂什么 好 看他骂是骂什么 看他骂是骂什么 是吧 OK 有人说有利 说说看 基本上长官有骂你 代表他才觉得 你应该有机会 我希望 如果长官连骂都不骂你的 那你小心啊 他可能都会要放过 诶 你们有体会到这个道理吗 大概头发开始 有点白色的人 才懂这种道理 有点白罗发的 否则的话 你们一般同学来讲的话 大概 还不太能够体会到这个道理 老师 因为我在公司里就这样 通常我如果不骂人 他那个人自己就看不办 问题是他知不知道啊 通常会知道 他知道 因为他很多习惯 有很多习惯 习惯了以后他就知道 所以知道了 就去的就知道 对对对 那是不是只有你这个老板子这样 别的老板子都是相反 大概都是这样 因为我 我以前第一个工作的 老板子 也是这样 他当然不骂的时候 代表 只是边缘 因为他觉得不需要 你不骂的意思 他不是要跟你讲 你来表演的缺点 他希望你改善 他如果不骂了 代表说 你可能朽木不可能要理 或者 他可能就不愿意要理 诶 不骂是不是爱在心里口难开 会不会有这种 我骂呀 舍不得骂呀 也会有 也会有啊 所以这个很难分辨嘛 对吧 你说呢 爱情 他不会骂人 他爱得很 是吧 真的啊 对每一个人都这样子 对啊 每天下班就问他 是 每一个人都表现很好啊 是每一个人都表现好吗 还是好的坏了 他都舍不得骂 就是舍不得嘛 舍不得骂的话 那这种公司也很好混啊 做得好也不骂 做得不好也不骂 多多多喝一杯 是吧 就这个让人家说不清楚了 是吧 被长官骂到底好还是不好 你看我们这个时代是 你骂人就不对 你即使长官 你部署做错事 你被骂了 也都不可以 长官永远不可以骂人的 知道吧 你们的看法怎么样啊 现在有人愿意骂你 有人愿意讲你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各位同学 但是也要分析是不骂 有的长官是 他没有分析 对 有的长官是他把他的脾气 把他的情绪发泄在你身上 那当然是 就是认识 不过能够当到长官的话呢 他应该有一定的EQ才会 所以他会骂人 应该懂得分寸 所以我只是请各位同学 了解 骂呢你要了解 对方的用意 跟用心 到底是 是什么样的用心 那如果对方的用心 是OK的 你被骂 是有利还是无利 不全然是无利的 知道吗 就像我们刚刚 EMBA的学长所讲的 他愿意骂你 你要知道人家愿意骂你的意思 是说我愿意还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懂这个道理哦 如果哪一天你老板都不骂你的 笑嘻嘻的 你做错事也没有关系 哈哈 没有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就是有关系 知道吗 你要小心啊 所以人家愿意骂你 其实呢 有时候你是占尽的便宜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骂了你 下回再见面的时候 如果他是出于一种气愤 出于一种EQ一时控制不住 情绪控制不住 他骂了你 下回再见你面的时候 他会不会觉得 害死啊 即使他没有讲出来 他内心会觉得 害死啊 上一次情绪控制不住 对不对 你是不是得利了 你得利了 那世界上的事情是这样的吧 然后你有时候吃亏了 他们都被朋友出卖了 对不对 或被同学怎么样 有时候你可以婉转 透过某一种方式 其实你反而占了便宜 所以害了人的人啊 有时候呢 如果对方用婉转的方式 以虞为直 以换为例 其实不见得吃亏了 懂吗 别人把货货推给了你 你吃的小亏 如何装备 人家把货货推给你 你怎么装备 这都是以虞为直 以换为例的例子啊 你在办公室上头 在职场上头跟人家竞争 记得啊 这八个字 以虞为直 以换为例 为什么说这是均争 均争最难的东西 这八个字 同不同意啊 我做推给你 没有啊 不是我做啊 哎 你也不讲清楚啊 所以我都没有做啊 就是你 你应该知道 你本来就应该知道 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怎么办 怎么办 你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经验 有没有 有没有被人家冤枉 有没有被人家欺负 谁没有被欺负过 有没有被霸凌过 有没有被霸凌过 有没有被霸凌 没有过 霸凌好多种形式 是 言语的霸凌 网络的霸凌 看到没有 你有没有霸凌过别人啊 有 每天不霸凌别人啊 不 上网不骂几句的话 晚上睡不着觉 经常在霸凌别人 是吧 晚一你毕业 反而会占便宜啊 你们很多人都知道 都到底 不过这里吧 考虑很难 别人把霸凌推给你 你被冤枉了 被欺负了 你怎么 你怎么赚一点 你跟他对骂吗 你懂吗 真的说 你懂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 如何借力使力 愚为止力 化别力 这才是真正 均征的 真正的 治理在这里 可是这个东西很难 因为没有一定公式可用 你要建招 才招 用那个时候的形式 地理 人情 还用公司的一些周围的人际关系 借用什么东西 所以没有一定的公式可用 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 你们现在卡到这边 提不出东西出来 而且这个东西 是每天都会面临的状况 可是真正要说这个东西 很难 所以张玉才说 与世人争利 这是天底下最难的事 确实是最难的事 现在没体会到这个道理 有时候以退为进 像五代 五代那个时代后梁的 有位很有名的和尚 这首诗啊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手把青央擦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不是抬头 抬头固然可以见到 可是你低头就可以看得到了 六根清净方围到 就是说你的六根啊 怎么样修 修的呢 六根很清净 才有可能见到到 退步原来是向前 什么时候是退步的 上次我们同学呢 有说向后拉弓的时候是后退的 那我回去想想看 擦地板是给后退的 有些擦地板就往前进 你擦一块然后就踩过去 擦一块就踩过去 对吧 擦完以后 重擦一次 擦地板是后退的 刷油漆是不是后退的 擦秧的时候是后退的 很多很多事情都是后退的做的 所以后退原来是向前的 是吧 所以我们才有说什么 蔡光师嘛 燕翠非福啊 这里说很多故事啊 是吧 所以世界上不那么简单 你得了一份工作 你不要沾沾自行 日后 你说不定很后悔 你当初为什么有了这份工作 有没有这种例子啊 市场上的朋友们 有没有这种例子 很高兴升迁啊 没想到升迁以后 三个月以后 你懊悔不已 早知道 早知道 千金难买早知道 有没有这种经验啊 有没有 这才是人生的真相啊 知道吗 对吧 所以 这句话呢 它会 应而生了 其实失败是一辈子最大的老师 我以前讲过了 为什么说呢 因为失败 可以教人改进 没有人能够像失败这个老师 教人教的这么彻底 教的这么好的 知道吧 只有失败这个老师 他才会教你教的那么好 让你会全全然然的 彻彻底底的 脱胎换国的改变 所以 以余文史以外为例 就变得非常有智慧了 怎么样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 后人发现人质 这个时间不对 先发也不利 有很多例子 开发一个新的产品 时间不对 没有办法撑 你知道在网络刚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 在旧金山那边有一个 有钱的一个创投家 他就想到说 我要开始在旧金山湾区那边 广设各种各样的网站 然后呢开始要设很多的超级市场 很多的仓储中心 主要是仓储中心 部门整个湾区 然后开始让人们呢 不需要出门买东西 只要上网 购物 我就可以从各个仓储中心 把货运到每一个人的家里头 这个在什么时候 在1999 1999年的时候 是网络刚出来的时候 是2000年那个时候 他在2000年初的时候 2000几年初的时候 就有人提出这个ID 后来他失败了 失败了 因为一直烧钱 每设一个仓储中心 就要投入不少资金 然后那个时候网络呢 网络付费 那时候还没成型 网络付费怎么付费 哪像今天啊 什么东西都可以上网买 所以那个时候推出这个ID 前烧完以后 就失败了 今天大家都知道 很多东西都上网买了 知道吧 时间太 时间太早了 好多新的ID 时间不对 太早的话 不利 所以不一定先发 就有利 你知道吗 后发有后发者的优势 知道吗 最主要的是 timing的问题 所以后人发现人士 这是绝对有道理的 所以同学人不要抢先 有一些事情不需要抢先 知道吗 早不一定有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的 鼓励人们什么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很奇怪的 就用上这句话 套用在一切的状况里头 早出发一定找对 所以早结婚 早结婚一定就 早抱孙子 这一定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是不是 所以大家拼得早结婚 我讲错了 大家拼命的不要结婚 是吧 所以不一定什么事情都是早做 早好 像这些故事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后人发可以先人制 所以这些是鼓励人们 人家看清楚 要知道了 怎样去运用实事 运用自己的优势 运用当初的情形 去做出这个行动出来 上次也讲过 问题就是财富 问题就是财富 上回我们给一个结论 问题为什么就是财富 问题就是财富 和他的名言 为什么问题就是财富 其实大家都知道 国有的哈媛应该是 叫做TPS 就是风景是什么 那这个事情 然后后来就发展出来 所以在第一次 那就是我们如果再看到一个流程 里面 发现有问题 代表他还有成长的问题 还有改善的问题 所以这个成长跟改善的问题 也就会造成后面所有的财富 如果说你到一个工厂 如果你是一个管理部 你到一个工厂去 你发现他是完美的 是完美的 然后你看到他的财报 没有赚钱 那你就死亡 但是如果你到里面去看 一塌糊 这边也浪费 那边也浪费 然后这边也是问题 一塌糊费也是问题 目前呢 水一两平坡那里就很高兴 这些只要改善 势必后面公平会赚到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看到问题 就让他们觉得 他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而不是 看到一个问题 我们就很高兴 OK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讲 接人家的烂摊子 应该是很高兴的事 因为你的机会来了 对不对 你说对不对 认对的举手 接人家烂摊子的 烂摊子丢给你 好高兴 机会来了 我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 就这些人而已 OK 好 不对的举手 你不赞设举手 你不赞设举手 好 OK 好来 合格也尔治 合格也尔治 嘿嘿 搜搜看吧 你觉得怎么样 这跟人的心态有关啊 这跟人的心态有关啊 大声一点大家都可以听得到 前面的人要先这里 再往后面 这个人 那如果说到我手上的话 那已经什么都弄不好 你知道吗 再接到这个位置 那 那 OK 所以 你的看法是 你不得请下一个后者 比如说你觉得 一边烂摊子 你不太喜欢 OK 那刚刚有多少国家是 贊成啊 各位同学大家 大家去看一下 其实很多真的 最后会有成就的那个CBO 通常都是去借蓝牌子 如果你平平顺顺的 顺风四传 谁都会 就是要在逆风里面 你要去处理这些 才可以看出你的很难 很能力的 其实 我觉得 各位同学不要害怕 去借到蓝牌子 不要只用来说 别人留了一堆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里面 你可以知道 这个时候就是看你的 能量 有了方法去分析 这个问题 不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决 真的 我们看到太多 去做的 很多方法大家都知道 它最后 产生了一个 扩散 它要去 要去重新 叫做 升级破坏 升级破坏 还要再去重新 去改造 那这个时候 你通常可以知道 很多优秀的经营的人 才可以去把他做 是 其实这个地方才可以 困难的时候 你才可以看出 就我们讲 患乱界真 你 你没有去过患乱 你怎么知道 这个时候 是 疾风自禁讨 对 反当是忠生 对 以患为力 就是这些意思啊 你知道吗 以患为力啊 这种事没人愿意做 正好上天给了你非常好的机会 你们刚刚驱说的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所以你还不太了解 什么叫以患为力你知道吗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以为 你真的懂得孙子兵法 那该你们作业的时候 有些人写了 如果以前是独孙子兵法的话 这样就这样 可是你看以后你发觉 孙子兵法是你用心到独的 你从这里头上去了解 你就会发觉 到底你懂多少 以患为力 讲一个实际的状况 是不是 摆了个烂摊子给你 谁才能够收拾他 收拾他起来的人 他立刻就有过 立刻就给养你 这就是上天给你最好的机会 你要知道 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 你去了 那个叫南海 对不对啊 除非你们大家都只喜欢 当个公务员 别的夜晚考到高考 当公务员 讲什么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 对公务人员说 对创业怎么说 对工 对 对 对市场那种金德德说 对公务人员说 对公务人员说 是吧 没有人说啊 烂摊子丢下来 烂摊子丢下来 烂摊子不能太烂 对不对 没有关系 先建立一下问题 前提是摊子不能太烂 烂到老板都整丢不起来的 我都对不起 我又不知道了 可是有人说 没有关系 换过来当老板 看到呗 所以这是看你的心态啦 所以有人适合做创业家 有人适合开创事业 有人根本就只能 就只能撞在那边 等人家来招呼你 你懂吗 你刚讲到东西有谁表达一下 你的想法怎么样 刚刚举手的表达一下 社长 就 我大一的时候 就直接说 我再搞转学卡 然后结果 最帅的就是我还失败 那这样我大二的时候 就没什么试着 然后有一个社长快找 社长找不到人接 我就自己去接手 然后 他一直弄起来 他也还得最佳支付钱 然后就是 也变成我推登 也就是什么 来到这边的其中一块 是 人家看了 我这个人 这个 反叛回事 起死回事 这个人有 创业之财 是不是 有比较人 是不是啊 否则你怎么描写 你有创新的本事呢 有经验吗 是吧 人生啊 不过就是上山 下山 人家给你一个机会 你可以上山 人家不给你机会的话 你连山都没人 对不对 那有人爬上了山以后 你不要下山了 人生不过就是这样 也得你一座山 那座山叫问题 你爬上了山以后 山上的财富 尽规已有 你不愿上山 山给你呢 你不愿上山 你根本不是货 这就是以患为利啊 同学们 以患为利是这种境界 所以孙子告诉我们 像山翁 司马 这些财富这个道理 大家都讲烂了 讲破了 但是今天告诉你 以患为利是什么境界 就是我们管理学上头所讲的 你是一个risk taker 还是个risk aversion risk aversion 懂得概念吗 risk taker是什么 讲管理学你们就了解了 risk taker是什么 风险承担者 risk aversion是什么 风险的规避者 以患为利是什么样的人啊 你敢接这个患 你看到患背后的利益 你看到问题背后的财富 你是个risk taker 这样的人 你才有机会跟他谈创新 谈创业 否则的话 创这个是不属于你 对不对 以患为利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你说说看 以患为利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还没讲过话的同学 要不要讲一下话啊 我们这个学题快要结束了 你都是替人家讲 所以为什么叫问题就是财富呢 换就是利 把问题当财富 问题来了 这就是你的机会 你的多拉特不是告诉你要寻找机会吗 机会在哪里啊 机会往往穿了一套衣服 品牌叫患难 只有试货的人才知道 衣服的背后是一堆财富 那就是真正有这种见识的人 还在看得透 可是你要有这个见识 你的前提是要你有那样的志气 你要没有那种志气 你当然就不会有那种见识 对不对 我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些人 其实他就勇敢接受挑战 敢于主动去找问题 找问题就是找机会 知道吗 我话会一直这样讲下去就像马云在讲话一样 我就不想再讲 马云那套东西你们都看了没 当然你们喜欢看马云的 但我讲的话呢 不对你们构成任何影响 因为马云人家成功者 是不是 马云讲的就是这套东西啊 说穿难就是告诉你 你要吃的苦中苦方位 人上人 问题是你敢不敢吃苦啊 你敢不敢把这个患难把给接下来 这个道理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那在在场上也一样 你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 打上你的志气 患难就是受力 你能不能看到患难的背后的力 孟子也说过啊 生于忧患死给他了 今天有谁喜欢忧患 没有人喜欢忧患对不对 可是忧患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 你把忧患解决了 你没有这种能力 因为忧患培养了你这样的能力 你把它克服了 你的能力长出来了 你变得很有能力的 一个国家也是一样 生于忧患是原来的 一个国家最危险的就是周边没有任何敌人 所以永世太平 永远都没有外族入侵 是不是 那这个国家它自然就会松懈 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讲这个道理 所以患难就是受力 向下蹲传向上跳 所以 懂得这个道理以后 要争利 人人都想要 可是要知道 要争利的话 一定要懂得进退 取舍和得失 有时候愿意牺牲小利换取大利 这叫进退 这叫取舍 所以像这道文字的话 就在告诉你说 碰到各种状况之下 你要懂得如何取舍 他比如说 他说 军征为了利而军 可是军征利的相反的那一面 警戒代表就是违因 知道吧 如果你整支军队带出去 去争利的话 往往可以行动不及 因为你带着整支军队 你知道整支军队 除了人之外还带什么 还带很多的自重 很多的后勤装备 这个时候往往行动会很缓慢 伪军而成立的话 则自重军 如果说你把东西卸下来 这个时候叫伪军去争的话 则自重或抛弃了 只求速度 事故卷甲而须日夜不处 背道 坚刑白礼更临和秦三将军 禁者先 披折后 提法十一秒钟 如果你把全部的这些卷甲 都能把它抛弃掉 全力去行军 抢速度 什么东西都丢掉 因为要提行军 甚至你的部队里头 你会发觉 十个 十个士兵只有一个人 能够赶得到那个监督 这个时候好处还不好 因为你增速度 还有一种状况是什么 五十里而成立 如果是五十里而成立 刚刚是百里而成立 那如果是五十里而成立 就决上将军齐法半制 有一种状况是 你要行军的目标在五十里之外 所以你到五十里之外 去抢 抢那个先机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走五十里 你大概一半的人会到 刚刚讲一百里的话 大概十个当中有一个到 知道吧 所以分三种状况 第三种状况是三十里而成立 则三分之二到 如果只跑三十里 然后呢 未来抢那个时间 大败呢 你能够到的大概三分之二 前面如果五十里 到的里头一半 两个当中到一个 行白里的话 又要敢速度 那个时候你大概 十个当中就一个人到 总之啊 关键是什么 君无知重则亡 无粮食则亡 无伪迹则亡 所以这段公司在讲什么呢 这段公司你仔细推下以后 他在讲说 你要争立 军队为力而争 对不对 抢什么 抢粮食 抢粮草 抢山头 抢水源 对不对 抢谁先到某一个制高点 你要那个制高点 对方也要啊 你要这个工作人家也要啊 所以你要不要 按照情况 抢时间 必要的时候把你一些东西抛卸掉 好比说有一些课 你就先不上 礼拜二晚上 就翘一下课 因为明天要去面试 晚上就赶快拉一车上台 这是 或者是 抢排点的 对不对 像这种状况 那你如果带一群人上去的话 说不定到的人 大概十个东西到了一个 那如果在台中的话呢 你大概 两个东西到一个 他就举这个例来说 所以各种状况之下 为了争你所要的力 你要知道 既你会取省还是得省 想知道吗 你如果把什么东西都带了 课也要上 下课是9点半 你卡到高铁站的话 已经十点了 对不对 说不定有十点 你买那班车 买不到 过班车里面搭闪 高铁不过现在有高铁还好 是吧 所以你不能什么都要 你如果 但是问题来了 你如果没有上课的话 也会亡啊 无知众求 无粮食也会亡啊 对不对 没有贷钱也会亡 没有累积 没有累积也会亡 那意思就是说 你要记得要怎么样去取省 有些东西你要 有些东西不要 你要知道 这道文字在讲这个 好 军争呢是 是非常活泼 非常动态的一种状况 因此啊 这道文字很重要 如果不知诸侯之谋者 不能欲交 商场上的人士在争什么 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在争手 在争手 在争手 打交道也好 或交战 欲交啊 欲是 欲先 跟这一群人 打交道 或是交战 有一天要跟这些人交战 你一定要先了解这些人在干什么 这些人在谋使 他们内心想要的是什么 知道吗 你如果不知道山林 你不会的话 你根本不能行军 可是你非行军不可 因此你要怎么办 懂得意思吗 非行军不可 那你要怎么办 你就一定要去了解 这些地形 要派人去争刺 去熟悉地形 你如果不用想岛 不派了这附近的一些 居民 这些老乡 带着你 你根本不知道哪边 是很有利的 一些洁净 哪边有一些 有一些水源 很多地利 只有当地人 所以说 经过上面这三句话的铺陈 请问他要讲什么 要讲什么 不知诸侯是谋者 诸侯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国内的一些 一些 贵咒啦 巨士啦 山谷啦 或是一些 政治上所的一些 一些 一些 政治事教 不一定是指哪一个 但是基本上在兵法上所来讲的话 你要总要知道人家在想什么 你要知道地形 你要知道要懂得应用当地的人才 当地利 请问这三句话在讲什么 被足够的资讯 被足够的资讯 要有资讯 还有没有 有 来 再聊什么 外部环境 变化 外部环境的变化 你要了解你说主的环境是什么 是吧 生活形态是什么 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啊 你如果都不了解 你怎么可能去谋 怎么可能去军争人家呢 不要忘了 这一篇在讲军争篇 在讲如何以化为力 以欲为值 对不对 可是你要去 充分发挥这样的能力之前 你一定要先了解 这个环境 这个生态 这些人是干什么 最好啊 因此呢 当你懂了以后 这边下一个结论 小结论就是说 因此呢 兵以诈力 以力动 以分合为变者 兵以诈力 这句话怎么讲 很有名的四个字 兵不厌诈 同学都会讲 对不对 兵以诈力 也是一样的概念 为什么呢 这边扯到的兵以诈力呢 这部过程叫人家死败吗 叫人家死诈吧 诈骗集团是用诈来害人 那你带兵保卫国家 为了公司争取利益 在市场上 我希望能够当公司争利的话 你所谓的诈 不会是去害人 而是为了了解这些生态 说不定掌握这些生态 你要懂得伸缩 你说回来 人家以为你要退回去 让我到后了 居然跑到前面去 人家说 你死诈 你懂吗 懂没有 对这个诈是很广泛的概念 以诈为例 的意思是 你要能够以欲为主 以化为例 表面 让人家产生混淆误解 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开来 让他的资源投资错误 创造出你可以行进的空间 以诈为例 逼以诈为例 总的概念 然后还要分 还要合 还要分合 有利才动 没有利不动 有好处才动 没有好处不动 是不是很现实 不厚道 可以这样说 不诚实 童小老师叫我们做人家的情绪 孙子叫人家要死诈 同学你现在还会有这种困扰 还会不会有这种困扰 教人家如果死诈 有没有这种困扰 谁帮我解围一下可以吗 那不是教人家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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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自己的法律 保护自己的法律 好可 不然 保护自己 炸骗别人 那边其实很容易是这样的 只要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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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炸骗子就是要保护 哦 他这个炸是什么意思 比以炸例子 这个地方要把它理清楚啊 要有人帮我解围才行啊 这个点到现在为止 还会有人有这个困扰的 还会不会有人有这个困扰 比以炸例的话 那应该就是说 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要 要 就是我们的策略要让人家 多多难地 然后 呃 所以才会有所谓 以喻为止的 判为例后面这些 很多东西 对那他到底 到底用道德的 角度来看他到底 合不合理 这就 其实 要说不合理 怎么说都不合理 但是如果要说合理的话 也可以 就是 当你在讨好一个人的时候 你一定会同时去得罪一群人 所以 所以 你到底要去 呃 呃 呃 就是 你希望把握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 但是 呃 同时你自己也要理清楚 你 在做这个选择 同时会得罪什么事情 或者失去什么事情 孟人 好 牧臣 炮出帝 来帮我解围 好 希望还要给个统交帮我解围 天底下最大的道德 什么是天底下最高的道德 上天有好生之德 变方的下手 这边是在讲兵法 在讲 国之大事 国之大事 什么是国之大事 是两千三百万人 是不是 就是 是一整个国家的生死 对这个国家的指名而言的话 有哪一件事比这个海岸更重要 就是这样 不要说台湾 所说可以给国家来讲兵法 有哪一个道德 比这个国家 全体国家的死生 从往海岸更重要 那种凄惨的悲情 你去看历史 就可以看到 有用你的想象力吗 在台湾生长长大的孩子 大家从来都不会想到什么概念 上海里面看一下 为什么我特别把这些钱 那我们自己说 在北京 这个市政府 把圆明园 那个遗嘱 把它保留下来 列为所有北京市中小学生 必修课 一定要去圆明园遗嘱 走一趟 目的何在 这是同样的 述说同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是什么 都在讲什么道理 国家的死生 懂吗 所以上天有好生自得 在这个地方 产生的连结 什么叫上生 什么是上天有好生自得 各位同学 你们如果学佛的人 你是不是知道 不要杀生 有没有 你会弄个概念 上天有好生自得 在这个地方 你应该做什么连结 知道吗 所以 不要再为这些困扰 并以诈力 要看你的目的为何 知道吗 所以很难说 在目的上头 然后在行动上头 都会是一件事 老老实实 走正路 不走歪路 不走迂回的道路 走迂回道路是小人 不是君子 那孙子一定是神祖的小人 那鼓励人们 以虞为直 是吧 把虞当成直 把直当成虞了 还要以贯为力 这一方不能这样子 就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如果这样来讲的话 什么是最高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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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故 兵以诈力 以力动 这边不讲义 不讲力 因为最大的义 就是利 各位同学 最大的利 也就是义 所以有一个国家名字起了好 是吧 最大的利 就是义 对不对 商场上都讲追求利益 没有利益的话 没有利的话 这群活不了 这些公司没法存活下去 所以不要听到人家讲利 就认为人家是肮脏的 各位同学 没有利 没有钱 爸爸没有把钱带回家 活得了吗 这家里是不是很悲惨 悲惨下去的结果 这个孩子要被卖哦 哇 那左上的道路 还有道德肥吗 你在讲什么 什么叫道德 各位同学 什么叫道德 什么叫道德 对不对 所以不要把道德 跟这个东西蛮混为一谈 道德本身还有大的道德 还有小的道德 我们在讲的时候 讲小的道德 你要讲的话讲 大的道德 连同学都说了 对不对 一个人如果讲什么话 收什么信 他一句话叫什么 言必信 行必活 坑坑然 小人灾 来告诉你说 我们追求的是大的道德 各位同学 你掌管了财政 你的朋友 没钱了 你有钱 你把公司的钱 你把它挪了 然后你帮助了朋友 你的朋友好感谢 各位同学 你做得什么 你要不要这样做 对头这边很大的冲突 你帮助的朋友 你帮助的朋友 可是你用的方法是什么 你挪用工款 你害了公司 公司是一千个人的公司 你害了一千个人 对不对 然后你成就你个人去帮助一个人 各位同学 你这样做 你赞什么 这是值得探讨的 你成就的小人 你失去了大人 所以人有大有小 勇有大有小 智一样有大有小 所以这个道路叫大智路 有没有 大人路 大勇路 有没有 偷在高雄啊 偷在延伸区啊 都离我们中山不远 大智大人大勇 不是小智小人小勇 所以人智勇 道德的项目里头 每一项里头 本身就有大有小 所以什么是大 什么是小 什么是大 什么是小 蛤 什么是大 什么是小 知道吗 大是工 小是私 是 很好 对不对 所以 鼻以诈力 这个诈 不是叫人做歪道 而是说你为了行政道 你有时候必须要行小诈 谁没有说过谎 我们不是鼓励人们说谎 但是 你要知道在世界上生存 你每天打篮球 你都很老实 我从右边上来 就是告诉你 我就从右边上来 我从不死炸 打篮球 从不死炸吗 会不会死炸 对不对 所以这个炸 是在方法学上所讲的 各位同学不要弄错了 刚才讲什么 并以诈力的方法学上所的层次 不要把它跟本体论目为谈 懂吗 所以 有时候 你以退为进 看起来 你不太老实 是不是 我看了一些明明有钱 你就说没钱 你怎么可以做人之不老实 你怎么可以做人之不老实 你何在辜负的 为什么配我没钱 你怎么可以做人之不老实 讲话 我后道 懂吗 对不起那是方法学 因为我怀疑你可能是个炸便机 所以我必须要保护我自己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不为一谈呢 所以兵以炸力 以力而动 一支军队带出去 请问各位同学 这支军队是为了什么目的 不带出去 如果不是力 为什么要动这支军队 这支军队要是走上险境 整支军队全军覆没 这只有这支军队 一百人死亡而已吗 那一百人死亡是什么意思 各位不要讲 一万个人的军队 很可能覆灭掉 这是什么大的灾难你知道吗 只有一万个人的灾难而已 一支军队覆灭了 一万个人覆灭了 被消灭了 因为不是以力动 意思研发不清 死掉了 被消灭掉了 请问这是什么灾难 这是什么难 砸难 砸难也不是一万个人而已 你太放大了 一万个人死亡而已 各位同学 一万个人死亡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什么叫一万个人的一支军队死亡 一万个人的军队死亡以后 这一万个人的军队 你知道他可以保卫多少倍的老百姓 他可以保护各国家到什么地步 所以不是只有这一万个人死亡而已 他知道这个概念 知道吧 当年我们国家的IDF 为什么把它取消掉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个过程 不是讲你 因为你听过 有讲后吧 IDF 就是金箔套 战斗机吧 这个本身的这个雏形是美国的这个F16 开始量产啊 然后你这个AT号 你开始量产啊 F6可以卖给你 你把它撤销掉 你不要再量产 那么辛苦 看我研发 花了很多钱 他以前不卖你哦 后来你会生产他了 他就说好我卖给你 那我们 我们就把它给撤销掉了 我们就IDF整条的生产级就撤销掉了 对不对 因为不符合经济效益嘛 所以就开始要买 不再自己做招 那这个对国家的损失是什么损失 因为不赚钱嘛 不符合经济效益嘛 大马还要去生产自己制造飞机 跟人家买就好了 这样才符合经济效益嘛 你们觉得呢 好 还是你发表意见的时候了 再来说各位MBA学生们 你们是MBA Master Degree 发表了你们的看法吧 对 对不对 是代表命名的 好 命名的 好 那个是有人后来把他给 那其实 这个 那个是有人故意 对 那其实背后一面 其实我们真正 生产IDF 也不是什么 也不是什么 引擎 我们那个发动机 其实也是根本不符合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整个技术的参考 我们的研发 就是我们的整个基础 不稳 所以既然没有这个基础 干脆就不要做了 对不对 你们看法怎么样 不要 数学不好 不要才学了 基础不好 你跟他学是什么 不要发展科学了 基础不好 才最优马的就好 你们的看法怎么样 我们以前的海军 发展那个综艺舰 也是一样啊 发展到一半 都已经会开发了 后来对协助三千对的舰 太大了 不需要 就把它撤 你知道吗 我们的综艺舰 被撤了 IDF生产舰被撤了 研发舰被撤了 这两个计划的 那一批 研发的员出好多人 那一批都失业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原警怎么知道 韩国 韩国 韩国就进来了 韩国就烧烧的那边 你没有到我们韩国 你们国家不要你 后来没多久以后 人家飞机在空中上空飞 特别跑到小港上空飞给你看 然后后来做了 做了劲 做了劲 反过来办业活 啊 这个不谈 你知道利有多重要吗 所以为什么公司一定要得利 一定要分利 一定要利润 没有利润活不了人的 知道吗 有的利你常谈义啊 昌岭时而知 知一 对不对 一时足 而知融入 一时跟昌岭都是谈什么 都谈经济 历是经济 商业 所以一群人要能够吃得饱 才有所谓的仁义可言 吃不饱的话 那你跟他讲仁义 所以什么才是最高的道德呢 你想想看 所以兵以诈力这个诈 不是那样子紧 然后你要懂得要以力动 以分合为变 要懂得分懂得合 知道吗 那在战场上的时候 要能懂这个道理 所以很多时候 你快 快到像一阵风 慢 慢慢的像山林一样 看来好像都不动 不动如山一样 可是动起来的时候侵略如火 像火势 如死雷霓冠军 不动如山 蓝如之音 动如雷震 要动的时候 可以像雷震一样的快速 不动的时候呢 蓝如之音 蓝如之音就是像阴一样 没有人知道 我不知道你躲在什么地方 略乡分重 破地分立 旋旋而动 这都是 大家可以理解的 旋旋而动 就是哪里把刀 放在你头顶上头 也不扎你也不放下来 就是放在你头顶上头 各位同学 你看我们的灯啊 都是在上面 不会觉得有 有危险 你看有一些吊灯啊 吊到外面 然后上面 你在那边活动 刚开始你还真的 会有点怕 怕啊啊啊 会不会掉下来 就叫旋全而动 不过它不动 所以你不会担心 所以 懂得这段文字的道理 这样才叫做 知淤之之计 谁能够先知道 在这样的战争里头 在这个战场里头 我到底应该淤 还是直 还是应该退 还是应该进 懂得淤之之计 在这场战场里头 谁先了解 我应该怎么采取 什么样的战术 谁先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 能够知道的 军争的方法 所以军争之法呢 就是谁要能够先了解 目前这场 这个战场里头的 竞争生态 回合 然后拟定自己的淤之之计 这是军争的 基本办法 基本方法 所以为什么古人会说 这个是最难的 天底下 任何事情 我没有比这个更难 要定居子的心